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另外一场比赛 是由敏一婷对阵寒一州 对 敏一婷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赛现场的画面 刚刚有介绍这次比赛是分为三个赛区进行比赛 分别是北京 杭州和上海 对 敏一婷应该是在中国起源下的 是 韩一州是在韩州下 韩一州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名 成绩比较稳定的一名棋手 然后拿过全国个人赛的冠军 敏一婷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然后应该是成绩非常稳定的顶尖棋手 是 好 这盘棋敏敏一婷黑棋 韩一州是白棋 也是四个星一上来的 这盘这布局就是应该都不怕点角 然后双方轮的点 都是点角 对 点 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下的是这个模仿器 都很像 但点完角之后现在好像迷失飞刀 好像玩的人少了 现在都是基本上就是简单一点 怎么飞一个也好长一个也好 尽量的让它简化 简化局面 现在布局的时候感觉会优先选择简化的一种下法 这个逻辑是就是说我们下棋的时候 尽量应该选一个就是对方选择少的下法 比如说我们以前比较多下的那个二斤高家 不管怎么挂脚 二斤高家现在是见不着了 因为你一加的话 别人可能有十种下法都可能存在 而这十种下法中只要有一种 就是对 你有准备过 就是有一种对对手有利的话 这个就很麻烦 就是你不可能把十种方法 因为我们下棋是要看配合的 我们不可能说把十个下法全部算到 都对自己有利 而一旦漏算了一种的话 有可能就被人抓到 然后这个就有可能会吃亏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比较多的点三三 什么挂脚的时候肩顶 或者是脱退定式 这个比较流行的 这个都是对方选择特别少的 一方面是让对方选择变少 另外一方面也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更好一点 更容易掌握一点 对我们不用担心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是 来洗点三三 这些挡 然后继续点三三 但这个时候就是白棋这两边挡是可以选择一下的 就如果我下的话 我是一定会挡这边的 因为正常来说 就是中国为了贴棋木板的话 就是我们大家更愿意下白棋 就觉得白棋好掌握一点 但是这个棋一旦我挡了这边 就是我这边是成一个模样的 这个我将来一定是 就是要把这个虚的转化成实的 就可能需要拆一个什么的 这样的话 这个模样就是一个最大的变数 但我觉得这个虚的东西是很难 很难掌握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自信的话 尽量把棋还是走实一点 走实一点的话 那挡那边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 这个比较难控制的格局 因为这个随时别人一打进去 我觉得都是挺头疼的一件事 好 黑棋建起来 这三个角的钉势长得是一模一样 对 因为就简单定性 要不就飞一下的时候 白棋可能会顶一个 但现在就是之所以大家都不飞 应该还是担心别人拖去虾米市飞道 所以这里都选择了简单的长 像这个尖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标配 这个定式走完之后 后续的硬化 马上尖 然后像这个配合 应该还是不错的 黑棋张起来的同时 限制了白棋这个发展 然后同时也是远远地 瞄着这个打入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角 白棋也得点掉 白的不能错过 这样扯平了 依然点了两个角 这个也是选择了飞是吗 蔡老师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刚刚也有提到 这个拖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会导向一个米市飞刀 那么对于黑方来说 如果黑的黑方对于米市飞刀 也是掌握的不是很好 想避开复杂局面 那面对对方拖的时候 应该下什么 那他就不会飞 如果我怕的话 就不要飞 轮向就不要飞了是吧 那局部如果下到这里的呢 就是可以选择拖先吗 拖先可以选择 但是就是还是担心将来 就是搬出来 就搬出来会有一些担心 有责战的下方 对搬出来的话 等于是把这个棋给 给拼开了 这样的话底下是 两个子气比较少 气比较紧 这样的话就是黑鞋 这两块是需要同时处理 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可能也有的时候也能下 但是这个可能操作起来 会比较复杂 是 就得看周围的环境和局面了 对 而实战白鞋飞的时候 面对飞就顶了 白鞋也顶 搬 就搬一个 黑鞋 黑鞋是上面 小尖 小尖 这个 两边的小尖 两边同行 这样的话其实有一点就特别尴尬 就是白鞋实际上 心里啊 这个是怕打入的 但是你一旦补了之后 人家还是要打入的话 这个就有点难受 我们本身看这个棋 就是补一个本手 跳一个一 但一旦跳了一 别人还是打进来 我拿它还是没办法的话 这个就 这个跳一反而会变得 有可能会有一些重复 是 所以这块空能就是 围起来很麻烦 不围 担心打入 围又不知道围在哪 对 不知道 确实这个局面 相对来说 没有围实地的地方容易掌握 对 就我们一开始还是把这个地给捞足了的话 下起来会踏实一点 心里会更踏实一些 然后白鞋打赤 这个长三个的话 打赤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刚刚我们有说拖的时候黑的拖鞋 白的斑 底下是两颗子 现在是三颗子 对 这三颗子的话 就是有了这个斑虎可以用的充分一点 好像就是这个 这个打赤 就不是那么怕 色误我们是不太怕的 不是那么怕 其实先跟我弹性一点 对 这里白鞋打出来 因为有这个头 可能这里啊 就是黑鞋往外跑的时候 这边是有可能被白鞋给堵上的 然后白鞋呢 也是这边不好守 然后白鞋可能希望这边发生一个战斗 甚至一个延伸到上面去的一个大型的战斗 然后让这边就是有一些 就是顺势收起来 对 更加有利的一个条件吧 对 黑鞋 这也是适应手 这里啊 就是要注意一下 这两颗子 黑鞋是有可能会 就是有可能弃掉的 不一定非得还要的 所以这简也是问一下 你怎么怎么处理 白鞋挤住 比如说我们现在尝一个 这样黑鞋 躲到了这个斑的先手 二楼斑的先手 这样呢 黑鞋把这两个子 要是怎么弃掉的话 可能就会 就会 没那么大 实在白鞋挤住 全都要 黑鞋 黑鞋是长 白鞋长 黑鞋跳 我们看到这个跳在很多高手队运当中 也是一个标配的下法 就是这个黑的这三个子 比较有弹性 不担心白鞋会飞下来 对 因为这个斑虎的话 白鞋基本上是要打吃的 然后这里再往外跑的话 安全问题不是很严重 然后这里白鞋挤住了 这要吃了这三个子会有点大 所以这个黑鞋还是先把这个头给蒸了 白鞋靠这个 这里就是黑鞋是 这个肯定是不能搬这个 搬这个的话 可能白鞋可以挖一个 个别断还要好 就是断的话 可能看着气性不太舒服 但是挖这个 就是这个骑形 这个局面不一定怎么样 但是这个骑形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一个跳 然后靠住的时候 这样挖完打这个黑鞋 是非常难受的 就这里如果黑鞋提的话 将来可能面临拍上来 这个形状受不了 对 这个粘的话是一个大鱼形 对 这粘完鞋特别紧 特别是这边还有安全问题 那这里如果是黑鞋粘上的话 看似这个形状 就是黑鞋还是不错的 但是将来 现在白鞋可能不会断 但将来这个鞋一断的话 是特别残酷的 对 这个黑鞋等于是要被包一圈 这黑鞋也只能提 对 将来的话只能打一次再提 我觉得干脆就不要了 算了 我觉得这三个子要的话太重了 就面对白鞋靠的时候 黑鞋的反击同时还得关注 这三颗子的安全问题 因为毕竟没有完全走好 靠完之后也是白鞋希望这个 比如说黑鞋退一个 让黑鞋补一个 这样我下来的时候可能更加厉害一点 更有力一点 是 实弹是直接 黑鞋直接把这两个字给瞎抢 白鞋扳 黑鞋扳一下 把鞋挡住 把鞋挡一个 这里直接挡 应该是要被断死了 先挡一个让自己鞋长一点 把鞋挡住 黑鞋断一下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 如果刚才白鞋拐也是防断死 对吧 如果断的话 我现在再拐被它一贴 直接紧住气了 但直接断的话 白鞋要挡完直接被黑鞋断 白鞋得打一下 打一下等于又多死一个 白鞋是要亏的 先拐完之后 黑鞋 这要断的话 白鞋这个地方是有打吃的 这个一口气可以打死黑鞋 这里呢 黑鞋就先断了一下 这个断是非常巧妙的 对 这个断 这个炎气的手法 白鞋如果是吃 如果是打吃的话 黑鞋断 黑鞋就可以断了 白鞋再怎么打吃 打下来 这个时候黑鞋可以通过这个力 炎烟气 刚才没有这个断的话呢 这个直接被打死了 现在黑鞋断了一下 这个黑鞋 就白鞋是无法这么 直接吃掉黑鞋的 非常巧妙的一手 先手交换 但实际上黑鞋断 白鞋打吃的时候 黑鞋再断这个应该也来得及 也来得及是吧 所以这断的时候 那如果来得及的话 那是不是还是应该先断呢 因为实战的这个断 给了白鞋 因为我看到他后续的下法了 给了白鞋他的下法的机会 他可能本身觉得这个总得断 总得断得着是吗 不是他是觉得总是需要断的吗 因为如果先断的话 白的吃黑的再断 就白鞋别无选择 对 或者是他这个转换 本身也判断不清 他正常感觉 如果能把这脚吃了 虽然那两个都死了的话 但是也感觉 应该还是不错的 就如果我们判断这个吃脚 一定便宜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断了 我们看实战吧 实战 刚刚我说白鞋先断的话 白鞋多了一种选择的空间 就是白鞋实战没有打 是反打在这里 对 这里白鞋暂时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打在这儿 然后黑鞋断把白鞋给断死 另外一个是打这里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已经全部看清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希望你打这个 让这个局面发生变化 就是黑鞋觉得 这个下巴黑的比较满意 他可以希望你打 不担心 然后给你挖一个坑 让你跳 是这样的 是有这样可能的 实战白的打黑的 就只能 黑鞋这个时候也能断这个 也能断这个 黑鞋断这个 也是可以把白鞋 这三个子吃掉了 可能这样的话 判断起来也非常的难 白鞋这样的话 大概是爬一个 爬的是先手 然后这个转换 这边都长出来了 但是不会走的 因为白鞋长完之后 这个被包一圈拐了 这也要手起 所以这样的话 大概就是这么 大家都不会走的 一个定性 但这个 估计谁来也 无法判断出来 这个到底谁便宜 是 实战是黑鞋 黑鞋直接包了 黑鞋直接包了一圈 黑鞋自所以这么下 一定是就是判断 这个字节这么下 应该还不错 自己管 让白鞋出 但从感觉上来说 白鞋 就是没有亏的道理 是吧 对我不知道是谁好 这个蔡老师 可以请蔡老师判断一下 至少我觉得白的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鞋 就是不用 不用大家来判断 这个正常 正常谁来了 都会觉得这个鞋白鞋好 白鞋还可以是吧 应该大部分人 我觉得谁看到这个鞋 就是 第一反应应该是 黑鞋下错了 黑鞋崩了 下成这样的 觉得白鞋又厚 又把鞋斤给吃掉了 对 正常的 我觉得十个人里面 应该都选择 就没有人选择黑鞋 我觉得应该 但是他实在这么选 真正不一定是怎么样 因为他毕竟这么下了 他肯定也觉得 这个黑鞋还得不下 实在是一定觉得 这个鞋这么下 对 刚才忘说了 就是白鞋如果把这个 这个打这个 黑鞋断死 白鞋是不能打死的 白鞋会上面 就是把黑鞋封住 封住完之后 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交换黑鞋 做完这个交换之后 被打吃 这个是有点亏的 他可能只是单纯的 不想让这个被打死 然后又找不到 合适的时机 去得搬一下 所以也换了一个方式 这样定型 这样我们 黑鞋走回来 就从木树上来看 白鞋吃了十木鞋 这个黑鞋 这边有个五木鞋 这边还是有一些木的 他正常感觉应该黑鞋不能满意 所以他也可能是对比 比刚才那个被封下 把这个吃了 因为这个吃了 这两下挺痛的 这两下 这个被吃了 他可能觉得比那个图 稍微好一点 这个图呢 不管怎么样 至少这个钱还在兜里 而且骑手在选择 一种下法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 根据自己的风格进行选择 也许这个可能 形式不一定是那么好 但是他觉得适合自己的风格 他之后会更容易把握一点 至少这个看 这个地肯定是比那个好 对 那样的话 刚才那个图 就是白鞋拦下来之后 脚是白鞋的 虽然黑鞋吃了三个子 但这边白鞋 还是有不少木 这三个子也会比较薄 这样的话 虽然白鞋好像很厚 然后我们还要注意 这块鞋 黑鞋没有完全活 将来白鞋 白鞋的时候 这个地方 也会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但黑鞋 至少实地上是可以的 这样黑鞋 全排木数是有优势的 把白鞋掉 在这 白鞋掉这个 黑鞋肯定不会硬的 这里没有鞋 就靠下来 就坚住就行了 白鞋也是有一个选择 这个是要围上面 还是围下面 但正常来说 我们不会去围这边 就是围这边的话 会顺势将黑鞋这边 变成空 比如说你压一个 它翻完长 顺势的这块 就出现一块空 但如果在这边走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担心 黑鞋这边 子力也比较多 黑鞋如果在这边 行起的话 也是比较重复的 上面行起的话 这个空间 别的地盘很大 这里我觉得 也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从 我们直觉上来说 这些大飞留了毛病 然后又没有后续手段 就我们会想的 这个小飞 是不是更稳妥一点 但实际上呢 就是小飞的话 这个地方 明天有断点 将来这个地方 无论是飞鞋点这也好 点这也好 这个跨段 好像还是挺烦人的 它实在走到这步棋呢 虽然也留下毛病了 但是我们看到 下一手的时候 黑鞋打路的时候 白鞋下一手 就直接尖了 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所以这别看它远了一路 实际上它反而更加结实 实际 我当时看到这步棋的时候 特别有像一种冲动 就是能不能靠出去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飞得空间过大了 感觉衔接有问题 靠的话白鞋应该是要挖断 哦 这个白鞋有后续的应对 并不害怕是吧 应该是不怕的 这个地方 再走下来 白鞋应该是会把这个断了 极端也可能拐这个 但正常应该是要重断 应该是白鞋不怕 因为黑鞋这块鞋 刚才是空的 本来是空的 这个一旦被分开之后 这块鞋都有安全问题 白鞋这个毕竟太厚了 所以这个黑鞋 暂时黑鞋实际还不成熟 至少白鞋飞到这了 从道理上来说 应该是不会怕你黑鞋靠 白鞋马上补掉 黑鞋也并一个补 这也是利用白鞋 这个手飞本来是有冲断的 但是这三个子白鞋有安全问题 所以这里利用这个白鞋的担忧 这里给白鞋施加更大的压力 白鞋贴起来 好 下一部戏黑鞋 白鞋是这一个 出头 白鞋飞的后续的下巴 都挺有意思 因为这个定数我们很常见 打完长 白鞋很少都往这儿飞的 要么像不飞 要么是大飞 我们看到这一排 一个是这边大飞 一个是这边像不飞 两个飞正常情况 都是比较少见的飞 对 因为 我们一定要记住 就是任何一个出现缝隙的形状 这个都是一个缺陷 等于这个地方是有缝隙的 只要出现了这个缺陷 我们就得想着将来怎么补 那如果飞到这儿的话 也是一样的 而且将来可以 哪怕是这有个 这个地方怎么连 舒服一点 就好像是找不到 一个很好的形状 但是你要是走到这个地方呢 或者大飞啊 去尖一下 就感觉西装还比较比较好 就飞完之后 以后要再连的时候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下了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 像不飞 实际上这里呢 白鞋 如果是觉得黑鞋这话 其实不好进攻的话 攻不着它的话 白鞋有一个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是直接我们先搬一下 这边护一下 正常来说黑鞋会打吃 然后白鞋就简单的 利用黑鞋这个缺陷 就回去得了 冲 对 这样黑鞋打吃 白鞋就直接走 回来得了 它这个下法呢 感觉上 有点 其实就感觉 给人感觉有点怂的感觉 这个正常 正常感觉 刚才还是白鞋的这个 地盘 现在黑鞋一来 白鞋从底下过去 溜回去了 有一点点丢人的感觉 黑鞋提 白鞋就尝回去 对 尝或者尖一个 不知道哪个 差不多 它这么下 反而可能会实惠一点 这样的话 就是全盘的这个空上 白鞋这边还是挺大的 这样下就是白鞋简明一点 就如果 如果说要出来的话 这个是一定要攻击到黑鞋 如果攻击不到黑鞋 这首鞋会 会落空的 就这首鞋不但 就是没什么太大的用 可能将来还要反复的去 作活自己 而且本身这么连回去啊 还是存在一些目处的 这个还回去了 多了个 七八木鞋可能是有的 实战黑鞋下一步鞋 是不来 不来这个 对 从黑鞋的下法上来说 根本就感觉没有 没有把白鞋当一回事 这个 就因为白鞋这块自身 其实没有那么的好 嗯 那白鞋是靠 嗯 黑鞋继续跳 一起煎一个 煎这个也是防这个冲弹 嗯 这个防这个冲弹的同时 尽量保持这个头上的优势 就像它跑起来好跑一点 嗯 白鞋吃 这手鞋本身看上去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这手鞋的意思主要还是要追究黑鞋 这块鞋没火 将来这块 是 因为打完之后 白鞋这个里面打完之后 有鞋的下法嘛 鞋可能从实地上会更好一点 比鞋 那这个 鞋主要是要追求这块鞋的安全 对 那这个鞋到这里了 这边明显没有发展 是 很明显是黑的这块鞋没有活 对 现在呢 白鞋 其实黑鞋捞了很多的地 这个 嗯 然后白鞋呢 这个管 黑鞋下什么 黑鞋现在是走的 这步 走的这步 白鞋斑 对 白鞋斑 然后黑鞋拐上面 这个时候拐 这不怕你吃了吗 拐的时候 白的虎 虎的这个 白鞋确实 我跟蔡老师有一样的疑问 这白的如果吃呢 白鞋飞一个 飞一个呢 挺感觉 我以为这个进程 黑鞋先拐白鞋 但先拐白鞋确实 不断地恢复 那这里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黑鞋危险 目色看起来像是个打结火 这个黑鞋拖一个白鞋 顶 白鞋顶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前面的打结 这个地方 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 闽玉亭跟海宜洲的风格 感觉闽玉亭可能是更重重实地一点 比较著名 比较重重实地 所以这盘棋可能整体上 是不是比较关注实地上的把握 这个比赛是从3月8号一直到3月的23号 那么这个总赛区呢 总赛区的这个时长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奇运朋友来说的话 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 也可以每天都关注一下这个比赛 基本上每一轮都会有一个直播 在这里我刚看了一下 这个白鞋好像 白鞋顶这个黑鞋有一定的危险 这样的话 但这个我们完全算清了 白鞋吃黑鞋从这个地方搬出来 这好像有点复杂了 白鞋断黑鞋打吃 这里黑鞋只能加出来 加完断之后 还牵扯到这个断 但是总体感觉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但这里就是 我觉得黑鞋还是很危险的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真的 黑鞋有这个弃子的可能性 不能说完全没有 虽然死了很大 就是刚才我们看这个黑鞋 那一串操作 这可能出现一排子 这里要是有一排子的时候 再把这个地方一封 这整块也是非常可观的 是 所以白鞋不一定 就是说吃了这个 就一定的是便宜的 实际上白鞋火到这里 然后黑鞋点了一个 白鞋粘上 粘上 黑鞋吃 这里黑鞋将来 这个被一跳 这个眼味还是没有完全活 然后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黑鞋全盘有三块不活的鞋 一块 两块 三块 这三块 虽然就看着都没有那么薄 但是要真凑一块的话 可能会出现危险 所以白鞋现在这个实地上 我们其实虽然白鞋 每个局部下起来都还比较顺 下得比较舒服 但从实地上来说的话 白鞋现在没有任何优势 这里15木鞋 这里可能10木鞋 这里可能多算一点 也大概把这个条线都算到 也有15木鞋 白鞋大概是40木鞋 黑鞋呢 这个底下 有 80 85 25木左右 这个加上这个接近30 如果说我们这么 这么纯尾上的话 这个全盘有60木 白鞋只有40木左右 所以这个实地上 白鞋是 这个根本就 就如果说要黑鞋尾上的话 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如果进去的话呢 就是黑鞋虽然三块不活 但是白鞋这块和这块 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里就看白鞋 是要怎么处理了 白鞋实战 这里是先跳出来了 对 跳一个 跳一个实际上 就是让黑鞋捕 然后白鞋怎么去打这两块了 但从控制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这样想 虽然这个形式白鞋不见得坏 但是真的想把这个弱鞋 把这块两块不活的鞋 这个转换成木树来说 这个过程还是很难的 没有那么容易操作 白鞋接下来是顶 顶在这里 黑鞋 黑鞋是档 档桶 然后白鞋 这个加 这个加好像直接定型 这个定型 我感觉有一些疑问 这个定型 对于白鞋这个加的选择 是吗 就外面有一个断点 就因为正常来说 我们先少定型 这里要先少便宜才对 但是这个定型完之后 我们似乎没有看到 白鞋就是哪里便宜了 但是反而看到了这个地方 有一个缝隙 两个缝隙 有两个断点出现了 这里有四 这边有断 这感觉反而给自己找了个麻烦 这里的话 我们简单一点 从外面点一个定型 这个可能是不是看上去 虽然木树黑鞋要多一点点 但是这个似乎自己形状 好像更完整一些 是 实战加 黑鞋钉 白鞋挡 黑鞋鞋回去 这个断虽然吃两个子不大 但是我们这个多了一个断点之后 这些多了一个弱点 再想去 外面我们是要去攻击它了 这里的话多了一个断点 这个自己薄了不少 去攻击它的时候 难度系数要上升一些 而且外面多了一个刺的话 对于黑鞋这个鞋的眼位上来 是还有帮助 对 就将来这里 黑鞋一旦跑出去的时候 这个断的作用就比较明显了 白鞋是拐了一下 黑鞋挡 白鞋剪 这里点到一个形状上 这个点是其形 这里我们可以当成这个先手 挤一下是先手 这个是这里正好点到这个断点的位置 感觉点到了这个鞋型的腰眼上 对 我们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式的维棋术语 点在了腰眼上 黑鞋飞出来 黑鞋很不舒服 白鞋是跳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局面就是白鞋有一点就是比较难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鞋后 然后可以去攻击别人 但攻击别人和杀别人完全是两码事 杀别人是必须把人杀掉 攻击我们是为了获利 但这个鞋的难点呢 就是白鞋找不到利在哪 这个我们通过攻击他 要不破别人的控 要不自己维化控出来 这里呢 除了杀鞋的话 好像很难找到这种利益存在的地方 你说把这块鞋给破了 不现实 这中间围起来 好像也很围不出来 很难 只能说是通过攻击的时候 在一些这个棺子上会有一些收获 是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找不着那种收获的地方 虽然这个鞋黑鞋看着 这个挺危险的 包括这块鞋 这个随时一走 这底下没有眼 但是真的一旦是吃不掉它的话 这个鞋不是特别的好处 也容易落空 对 黑鞋是小尖 小尖完之后 这里可能有加进来 让白鞋形状变坏的可能 嗯 白鞋 先点了一下 先点了一下 黑鞋挡 然后白鞋挡这个 黑鞋打吃 这个鞋如果不打吃的话 将来白鞋一旦杀这块鞋的时候 有可能会多出一个这个倒虎的新手 才有个打结 所以反正白鞋什么时候走 你也得走 所以先就直接索性打掉了 搬 搬跟挡的交换一下 然后记住 会得沾上 白鞋顶 这里不顶的话 马上被加这个形状很坏 这里是 就整个下法就感觉这个 白鞋这个进攻的节奏 被黑鞋给带偏了 这个好像打不倒擦 然后现在黑鞋还到处想着便宜白鞋的墓术 这个过程就是白鞋是不太不太舒服的 那这样从实地上来说 是不是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白鞋攻黑鞋 黑鞋还一直在收官的感觉 对但是这个这里就是我们跟墓术的关系不太大 因为黑鞋本身墓术就有优势 这个最终还是只要黑鞋能够做火的话 就是能够把这个两块不活的鞋给它安全处理的话 黑鞋应该就是比较好下的 它白鞋好像没有取得这个 本来应有的这个土洞权 黑鞋是往外跳 黑鞋跳 整体感觉这个鞋形上会有一点问题 但暂时还没问题是吧 不害怕 黑鞋这个地方有个素的线首 然后这里白鞋这个组的气会有点紧 然后黑鞋这本身这个地方至少有先手一个眼 这个地方先手一个眼应该没问题 所以你的鞋的过程中有可能送出来黑鞋一个眼 这样有可能一鞋就把这个 送火了 把黑鞋鞋活了 这个字吃掉的话价值也不是很大是吧 中间这个区域 这主要是露着风这边可以进这边可以进 就白鞋最理想的下方 还是就是把黑鞋这块和这块这个赶到一块去 赶到一块去的话 这样可能让黑鞋这个两头顾不过来 实战这里白鞋是 白鞋是把这个吃掉了这个字 这个等于是直接放弃了进攻 因为这个操作难度太大了 所以走了一个相对这个缓和的下方 但是这样的话实地的压力就会显得比较大 然后黑鞋下一步是断这个 黑鞋这个还在 还在捞空捞实地 对 还在这个继续得理不饶人 白鞋是白鞋的 黑鞋贴 哇 黑鞋拐 这里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交换过一下 黑鞋 就是拐之前 拐之前黑鞋先飞了一个 飞跟白鞋搬交换了一下 但是白鞋这个为什么要搬呢 就可能是收关了什么 这个收关的同时还想威胁他 就这手鞋如果被黑鞋尝了的话 将来下去可能这个地方白鞋牧树 和后保有一些问题 然后这里搬的是很 希望黑鞋赢了 但是想法这肯定是希望黑鞋 这个最简单硬以算了 但黑鞋这个时候炸的 这个是非常的强势 这个直接把这个又拐了出来 这个就是你吃不掉我的话 我直接赢了这种感觉 就不给白鞋退路了 不给白鞋任何退路 对 那对于白方来说 白鞋现在是只面临了一种选择吗 就是要把它吃掉 那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 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白鞋第一反应 一定是吃的两个字 我觉得我们绝大多数人 第一反应都是吃的两个字 但是他简单的判断一下之后 发现这个棋 黑鞋成了之后 这个棋将来只要打八十局的先手了 这个好像白鞋的控是无法 这个支撑的 从直觉上来说 这个没有仔细判断 但是感觉到形势不力了 空不足了 所以呢 这里搬一个看一看 有没有这个机会 黑鞋去跑这个 这样白鞋在温暖什么的 这还一样 机会会不会出现 乖 白鞋连搬 接下来下的非常的紧凑 很强硬 黑鞋弯 所以这个时候往回吃还不肯吗 它一个是往回吃木树上有一些损失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弯出来 就是白鞋的齐心反而没那么好 因为看着像黑的弯的话 白鞋外围的借用可能会越来越多 会更多的 那么这块鞋以及那块鞋 是不是会更加危险一点 对正常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如果打吃的话 这个被打吃完之后 这个白鞋齐心是完整的 但如果说这么弯出来 这个比如说白鞋要贴两下的话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紫 那黑鞋这个刺就多了一个线手 或者是再怎么走的话 白鞋可能外面会流出断点 这个可能会对白鞋的血腥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这个地方就在整体感觉上 黑鞋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就要拐这个 或许是黑鞋就是补回去的话 这个形势也没有那么的好 这个被吃了的话 这个白鞋目数都等于同时 把这两个都抢到的话 黑鞋并没有优势 这里要下的比较激进一些 因为黑鞋不单单要管这块鞋 这块鞋也没有完全活 对现在目前两块鞋都没有活 中间白鞋有很多 对黑房来说 对自己的这个制工能力和战斗力 非常自信 这个就是对他的计算 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下 胆子真的是挺大的 白鞋继续贴 贴黑鞋往外冲 然后白鞋是搬 黑鞋继续冲 白鞋搬 这个时候黑鞋应该是不能再冲了 再冲的话再搬两下 他这个一跳这个或者是甚至直接靠到这 这个明显感觉到这个要死了 这里如果我们再有个子的话 这个再往这一靠这个肯定死定了 这外面已经有了包围圈了 所以这里呢 他到这个时候及时都回去了 是 拍这个吃了 然后就打一下 这也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啊 拱两下之后 虽然白鞋洗澡变多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出现了断点 这个断点的话 就是在别人攻击我的时候 我是可以利用的 然后 这又打了一下 对这里又再打一下 再踢 白鞋吃 黑鞋连回去 然后白鞋接下来是 跳 跳一个 跳一个应该是先手 这个不会 应该是 这块鞋如果现在直接杀的话 暂时还杀不掉 是吧 如果能杀掉 他肯定不会那么下 这个他肯定就算轻了 如果直接靠 靠和跳应该是一回事 对 应该是基本 是 现在杀不掉 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黑鞋提了一个 那白鞋肯定 白鞋也没爬 白鞋这边冲了一下 这个感觉是 挡交换了一下 然后飞这个 那个冲看应该是毒秒了 就是 进入毒秒 打浆 嗯 这里飞断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局部应该是没有火 靠一个的话 靠一个的话 局部黑鞋是没有火 但是 我们还要注意 就是黑鞋冲完之后 这个地方反过来 把白鞋断了 白鞋这个地方 也没有完全火 嗯 就有了这个冲之后 这个地方演完已经没了 这一段 至少白鞋在活 就在杀自己 插黑鞋的同时 就是这个 又得活自己 又得破这个 黑鞋中间的眼位 嗯 还得这个 就管的有点多 这个有可能 走不过来 有点蛮乱乱的感觉 嗯 那对于黑方来说 因为牵着着白鞋 这块鞋没有火的话 整体就没有安全问题了 嗯 也有 但是可能活起来会好一点 嗯 借用相对多一点 因为这个下面白鞋 还有两个鞋 这个黑鞋可以压着走 嗯 把白鞋接下来是 断了一下 嗯 这个倒是不会亏的 本身也是木属便宜 对 脚上 脚上 粒了一下 嗯 就直接就地搬粘掉了 这个搬粘应该不会亏 嗯 这里糊了一下 比较有意思 这个地方给留了个鞋 正常感觉就沾上散了 就将来还是有可能 这个白鞋就有个子 往下跳的时候 这个地方 将有可能会出现亏损 嗯 白鞋就有个子 是 这里黑鞋没必要 比较远 白鞋 白鞋 爬这个 看黑鞋怎么火 嗯 那这样是双方进入到一个收关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白鞋要杀的话会发生什么 嗯 黑鞋 贴一个是先手 白鞋 沾上 这个壶 把鞋打赤 黑鞋打 白鞋这个 贴 应该是只能贴了 嗯 只破眼的话就只能贴 黑鞋可以 弯这个 弯这个 白鞋断完 白鞋再卡进去 这样子刚刚好啊 这个打赤完之后 利用这个字 这样给打回来 这样刚好黑鞋可以 可以活下来 是 是沾的话 白鞋就冲出去了 嗯 所以黑鞋的这个算路还是 挺精密的 对 从这个地方迈到这里 对 刚才白鞋要靠的话 也大概是这意思 就是刚好这个地方走 是 但当时弯这个的时候 可是这里漆的都没有出现啊 这个 而且白鞋不一定会贴这个 白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下法 嗯 那个时候弯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嗯 我们摆成这样算的话 倒是能算明白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 做出这个决定 我觉得是需要一些魄力 事后看也不知道白鞋 那个时候 有没有更强的下法 那总的来说 黑的像两块鞋 活鞋上 还是有眼味的 对 如果都能活了的话 这个白鞋的目数压力 这个感觉上有点大 嗯 白鞋就是退 对 这样的人是收关了 对吧 跳 嗯 黑鞋扳 扳这个扳的很是刀尾 我觉得 如果白鞋打住的话 这个黑鞋眼味又变好了 就如果退的话 我先便宜两目鞋 可能 这个白鞋是实战 看一下 是倒的 打住了 嗯 黑鞋沾上 嗯 黑鞋沾上 毕竟两目鞋 这个不肯丢 这样的话 黑鞋局部已经是活鞋了 那这个黑鞋 就是处理的非常漂亮 这个整个白鞋 本来是黑鞋很薄的 很危险的 这个 本来想大干一场的 这个 结果黑鞋不但都活了 还把这个吃了好多目出来 对 最重要是关子 黑鞋并没有被白鞋搜刮 对 关键黑鞋一直下得很强势 白鞋只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围出了一些 本该属于自己的空 这个本来就是觉得先手 等于真的增加的 就是中间这一点点 这个结果黑鞋非常满意 还在继续追求白鞋的弱点 继续 增够狠的 断 白鞋退 黑鞋继续断 还冲了一下 去挡 白鞋护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白鞋现在不走的话 白鞋非常护了一个 如果白鞋不护这个的话 我们冲一个 最简单的冲一个 黑鞋挡住 白鞋挡住 黑鞋就把这个打掉 打不打都无所谓 这个再打 就在一场之间 黑鞋反过来把白鞋给杀了 这个白鞋只有一只眼沾 黑鞋就沾回来就可以了 这样整个白鞋还得来做活 所以这个整个下法 这白鞋追忆现在只死一手 只能把这个补回来 对黑鞋 黑的在一场 这个地方黑的收获也很大 对这个等于刚才我们说 紧紧紧紧的就增加了这两幕 现在还给它抢回去了 这个 这个就是完全这个鞋已经下肾了之后 这个 确实越下越舒服 白鞋是跳 白鞋是 白鞋站上 我们关子要找不着大的地方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二线先转一圈 然后随便比较一下 可能就知道哪里大了 这是一个技巧是吧 我们看一下沿着二线转一圈 只有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然后两个一对比 基本上就能下手弹了 这个蔡老师说这个很好 经验之弹 很实用 那沾上 一起走到中间 吃了一个 白鞋跳 这黑鞋这个时候终于不再去弄白鞋了 不像刚才这个继续往里面加了 这个应该是感觉这个钱真够了 不然的话可能还有这种招又来了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 这个已经明显就感觉到在往回收了 白鞋站上 白鞋 长的一个 这地方没有顶 顶这个是顶那个 顶那个是三木 这个长 这长叶非常大 本来这一壶 这中间可能木都没了 这里至少有个三木戏 然后这底下将来还有 冲下去 还有一些可能性 就除了这补一个以后 还有可能有继续便宜的手段 这样黑鞋 还是来了 还是来了 我看到后半盘白鞋被收束的还挺惨的 这个地方刚刚也约还有一些木属 现在转瞬间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 有点太被动了 然后沾这个 基本大的地方好像黑鞋都走到了 感觉黑鞋把该下的东西都给下了 简单数一下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差不多 十一八 十九 二十二一 二 十五 三 咱们一起打掉了 三十 四十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五 一五二 五三 五四五六七八五九六十六十二 四五六七八九 四十一三十三十五十十一十八九 五十五一五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十三十四五六六六六六七八六九七十七一 这也很细 七十一 这几地方刚才 就是排面九木吗 六十二七十一 对 排面九木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优势 赢那么多 但是反正这个地方我给黑鞋少赞了一点 这个一个车这个拐 还有这个打吃完最后可能有穿 但还是比较接近的 这整体 那说明这个棋 白棋前面应该是有一定有一定优势的 这个即使保守成这样 包括白棋的整个下法 一直就是下的比较坏 说明证明这棋还是可以去收一收的 是 整这个 整完之后白棋 然后白棋先冲了一下 嗯 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这地方有个断点要补 对 刚才我们算的这个地方是三木 然后这个地方 白棋得补一手 等于是排面九木该黑一下 然后九木可能还多一点 正常应该是黑棋 要小剩一点我感觉 然后这里白棋我刚看了一下 白棋有一个断的手段 这个断有可能获得 嗯 这个断 断可能会让黑棋要补一个 这个黑棋 黑棋如果这么打吃的话 就是白棋将来这个地方挤 黑棋就得补回来 这个地方有可能要便宜半木棋 嗯 然后如果黑棋打这个的话 白棋可以 可以打一下这个 这个将来黑棋也是要多补一个 这个打是收关的好手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棋是亏一点的 这里我们 我们正常可能感觉这个地方便宜 就是白棋让黑棋多补一个便宜一幕棋 但实际上呢 这里每收一口棋啊 这个都能白棋能多一幕 实际上这里黑棋少一幕啊 这个反过来白棋还是多一幕 这里是差两幕棋的 对 因为将来这个地方都有先手 对 收气 收气的时候肯定是要多补一个 这里 所以当 如果当白棋断的话呢 等于是黑棋本手的话 就是在底下吃一个算了 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现在白棋还没有下 是 对 我刚才把这个打吃算白棋先手 应该是黑棋要稍好一点 就奇迹如果是进行到现在这个进度上 对于高手们来说 虽然是感觉上是久木嘛 比较微弱的一个差别 但对他们来说 是不是也是基本上胜负已定了 我觉得应该是 就如果我的鼠目没错的话 就是我这个地方给黑棋没输 然后那个算白棋打的 这个 这我是算黑棋拐白棋挡的 但是中间没有算黑棋的 因为你从心理上就觉得白棋是弱势的一方 给它多数一点 因为我觉得白棋一直下得很 就是我觉得那些深处觉得这个棋 黑棋应该是优势的 所以就给白棋尽可能的许多算 就给黑棋尽可能少算一点 现在还没有落子 我们这边进度就到这里 现在目前是 应该是要就这个子 这个子和它断一下 断一下有个问题 就不见得是绝对先手 但可能黑棋也会硬吧 我觉得 虽然不是绝对先手 但是这里要收器的话也很麻烦 这现在进入到收关阶段 后面的关子 是不是也不太会存在什么变数了 也没有特别大的关子 甚至都是小关子 对 因为现在白棋基本上白棋这里 虎一个或者冲一个 然后这里黑棋都活了 也不用连了 这里冲白棋要挡的话 白棋冲这个本身就不一定便宜 然后已经没有大关子了 就基本上像这种冲 对 就可能都是 就两三木棋的关子 一人一个的感觉 两三木棋的关子 就是你冲起量 基本最多亏了一木棋可能 现在是旁边 刚才数的旁边 九木该黑棋下 然后现在还是该黑棋下 该白棋下 白棋要补这个段 白棋冲这个 白棋这里要补一个段 刚才就唯一这个地方 没算黑棋要补一个 确实白棋段应该是好棋 如果正常收完之后 这里棋是没有用的 那白棋如果冲到黑棋 就把最后这个补上一手 一手棋价值的 这个拐还是很大的 这个拐至少有四木 所以拐应该是城盘最大的 就是棋局进行到这里的时候 对于胜负上来说的话 应该已经确定下来了 是吧 乔老师 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应该是 至少这个鞋 如果我们是这个白棋要赢的话 白棋不会 就是正常来说 不会像这么慢 是不是现在也是在 点幕当中 还想寻求一下最后的机会 但他应该是早就进入读苗 而且我觉得应该 大概率是最后一次读苗 对 现在应该这排鞋 已经下了有将近 五个小时的时间 对 一直没有落子 不知道是网络传输 都有点慢的原因 还是他确实是一直在尝考 应该是黑戏要赢一点 这个冲完之后 冲完之后 冲完之后 正常应该是 是在计算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要断 要算一下 断 断吧 断黑戏 但这个断确实也很大 这个断完之后 不冲完之后 他不着急断 还是他下一步去断 这个可能先 但这个地方怎么收 好像都差不多 这样黑戏 拐这个和这个扒 应该是差不多大 这个拐应该大一些 这个拐大一些 拐完之后 黑戏好像也非常细 就稍微延一点 我觉得黑戏 目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进度 是走到了这里 但这盘棋最终 现在已经分出胜负了 最后是黑中盘胜 最后如蔡老师所判断 现在黑戏在这个局面下 应该是胜负已分的一个局面 已经没有什么变数了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变数了 但是确实 就是双方目数还是非常接近的 那最后这盘棋是由米玉婷中盘获胜 我们今天这盘棋 由于时间的关系 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